哈喽,大家,我是Eileen 你们好吗? 自从拍视频以来,收到最多的私信就是 Eileen,来大爷妈可以跑步吗?可以举铁吗? Eileen,你的十分钟马甲菜训练胜理期可以做吗? Eileen,听说来月经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 Eileen,能不能出一期适合胜理期的运动啊? Eileen,要怎样缓解痛筋? 其实我一直有在把同样的回复一遍一遍地打给大家 但是实在是太累了 今天我决定统一回答一下大家问过我的 关于生理期运动的所有问题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可能会颠覆你之前对生理期运动这件事情所有的认知 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运动的关系 学到如何把生理期带给你的身体和心理的不适感 减到最小 从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很不爽 变成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想冲去健身 没法打 OK,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你身体期的时候我可以运动吗? 我觉得身理期这件事情呢就像化妆穿衣服一样 人与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甚至你自己这个月的体验与上个月可能也不太一样 用一句话说 在身体期的时候你的身体或者心理有想去运动的冲动的话 那就去吧 体质和身体习惯的不同 有的人在身体期的时候身体的反应非常小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像平常一样去训练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你去健身 但是如果你在身体期的时候出血很多 负账 痛经 感觉很不适的话 走路都不舒服 那去健身房可能也不太现实 我自己的情况是如果在身体期的时候我感觉不太舒服 我会先休息两三天直到感觉好一些 感觉有精神头了 我会再回到健身房 所以说身体期能不能运动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 主要取决于你自己在身体期的时候心理和身体的状态 当然如果你痛经或者不适感非常严重的话 那你应该去看医生 第二个问题 在身体期的时候我应该改变运动模式吗? 如果你有尝试在身体期的时候运动的话 那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体能不像平时那么好 这是完全正常的 我一般在身体期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去健身房练腿或者练胳膊的时候 也会明显感觉到体能下降 运动表现力不如平时好 身体的荷尔蒙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力 所以我建议在这个期间可以减小我们的运动强度 比如说尝试举轻一些的铁 缩短你的运动时间 或者有控制的减少你每组运动的发力感 当然如果练到一半 你开始感觉超级疲惫力不从心 那就赶紧扔掉手中的铁 回家好好休息直到状态恢复过来 第三个问题 生理期推荐的运动 如果你不想在生理期的时候做高强度的运动 但是也想稍微活动一下手脚的话 拉伸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不知道你们啊 反正我每次拉伸完都感觉神清气爽 整个人焕然一新 什么?怎样拉伸? 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一套拉伸动作 那最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参考这个 跟艾琳一起做一个10分钟的全身拉伸 是我选出来的让我自己觉得练完之后非常舒服的一套拉伸动作 我一般早上起床或者是下午工作到三四点 感觉有点疲惫的时候就会把它拿出来跟着拉一遍 动作一点都不难 而且只有10分钟但是配上音乐做到最后 我自己是感觉有像喝咖啡一样的提神洗脑的效果 那如果你长期对着电脑或者是浮按工作感觉肩颈很僵硬的话呢 也可以去试一试这一套拉伸 拉完之后也会让你感觉到脖子肩颈非常的舒服 能够更加精力充沛的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中 除了拉伸运动之外呢 生理期的时候如果不想去健身房 我也会选择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 让自己来保持一定的活动度 比如说整理一下自己的当季衣橱 给自己下一周做一做健身餐 或者是给我家狗狗洗个澡啊 剪剪毛之类的 都能让自己稍微动起来 让心情更加愉悦 我是属于不能一直坐在那什么事都不干的那种 必须动一动才能感觉到比较舒服 第四个问题 生理期运动的好处 跟大家讲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之前有一次好像是来月经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就是白天上班很累 遇到一些很烦人的事情 晚上回到家 然后吃了很多 当时天气很冷 窝在家里非常懒 根本就不想动 但是当时呢 我还是就是说服了自己 让自己换衣服 然后下楼去健身房做了45分钟的阻力训练 当时我正在做BBG那一套训练 练完之后出了很多汗 而且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像变好了 就没有想接着去纠缠白天那些想不开的事情 觉得啊无所谓啊 同事而已 你又不是要跟他生活一辈子 后来通过查资料呢 我就发现运动呢 是会让你的身体产生一种叫 endorphins的荷尔蒙 这个endorphins是一种天然的止痛剂 不仅可以缓解痛筋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运动上瘾 总的来讲呢 在你身体状态允血的情况下 我是很推荐在生理期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不管是拉伸 散步 做家务 举铁等等等等 只要是你喜欢的运动项目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度过了很疲惫 很心累的一天 实在是懒得去健身房 可以来看一看 Eileen给你们准备的这些 在家就可以完成的训练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需求 用自己享受的运动方式 让自己保持活动度和健康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 听从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觉得Eileen刚刚讲的真的很啰嗦 别忘了点赞 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 油管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强先看到Eileen最新的健身动态 最后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